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云锦 谢老师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在台湾所有的灵异节目 应该都可以看到我的出现 有些这个所谓的节目的安排 就希望说 哎 老师你讲灵异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安排一个 跟你的想法不同的 就是你只要讲是 他就一定要讲不是 我说好啊 没关系 那反正 我有我的灵异的说法跟解释 那他用他的科学的说法跟解释 当时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灵异影片 这个旁边的这一位呢 在解释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解释这个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所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事实上 你如果仔细听 第一个 这个解释的有点太牵强 第二个 我觉得他解释的 他连他自己都不信 那这一天呢 我们一样在录影的时候 一样我讲说 哦这个画面里头 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什么的 那你就发现 哦这个东西是因为怎么样的 那当然这一位 立刻也就是讲了一个 完全他自己也没办法解释 也没办法说服自己的一个 反对的说法 就在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讲了 他说 谢老师不好意思 哦我非常喜欢你的那个节目 我说哦 你很喜欢我的节目 你嗯啊 我心里想那你不是跟我吃反对意见吗 他说 因为我自己也有遇到一些灵异的经验 我说哈 你有遇到灵异的经验吗 他说对啊 耳鬼也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我是相信 有灵界的存在 我说哦 真的哦 那他说他就开始讲他真实碰到的 真实的经验 那他说你年轻的时候 常到这个三重的某家戏院 去看电影 那一天呢 看着看着 突然间觉得好像有点尿急了 他就想说 那这样的话 就是边走边看 到那个厕所门口 进去赶快尿一把出来 然后我再继续接着看 那而且你知道以前的戏院 有时候是不清场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呃 你可以买一张票 反正你就可以看这场演完 那下一场 你可以继续再看 看到你不想看为止 所以他就想说 好吧 那他去上个厕所 他说你知道吗 上完厕所 我就想要去 我就去洗个手 你知道我在洗手的时候 洗着洗着 我就抬头看镜子 后面呢 一个人影 一个人影 就飘过来 就从他后方过来 他就形容说 我们走路一定是用走的 一定是侧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人有没有可能平行 像螃蟹一样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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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在你的后面这样平行移动 那当然不太可能 所以他立刻注意到 为什么有人这样子飘过来 所以他就开始睁 他眼睛立刻就盯住 镜子的方向 看他后面那个到底是谁 他一看到镜子的时候发现 他这个马上心就跳了一下 因为镜子后面出现了人影 身上是焦黑的 脸上是烧焦的痕迹 眼珠子就盯着镜子里面 也就是当事人的眼睛 那你要知道 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大概只有两个情况 第一 呆立在原地 第二 仓房的就是奔跑出去 他想我是眼花了 所以他在确认在盯了一下 他说确定真的是 而且他正在盯着他看 他二话不说 啪就冲出去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都一样 我想没有人会有心思继续看电影 所以他二话不说就直接冲出电影院去 他说我这个经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查了这个戏院的一个 前面的一些资料 后来才发现这个戏院在几年前发生做火灾 死掉了好多的人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说 那这个你有这样亲身经验 那我说那你觉得有灵界的存在吗 他说虽然我是就是做科技 那但是呢 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 我觉得灵界是真实存在的 那至于为什么我要讲持反对意见呢 只是因为 因为我是科技人 所以呢 他们要求我讲反对意见 其实我是相信这个灵界的存在 当然后来我就 他讲了这个戏院之后呢 我也去查了这个戏院的资料 发现就是说他在曾经发生过火灾 而且死掉过多少人 那当然在当时他讲的那个时候 这个戏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呢 也有好几个在戏院里头 碰到好兄弟的案例 观众朋友 其实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 灵界的存在 其实有时候呢 不会因为我的信仰不同 这个所谓的可能宗教不同 或者我的国籍不同 它就会存在或不存在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的一个电影 它是一个驱魔 那驱魔其实基本上来说 在他们的宗教里头 正常来说应该是不存在的 可是呢 确实他们有非常多的驱魔式 宗教虽然不同 可能颜色 肤色各方面信仰不同 但是你就是要吃东西 就是要怎么样 你空气里头身边周遭出现的 都是一模一样 那么灵界的一个巡回也是一样 那我们人活着的时候 这个活着肉体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杯子里头 或一个容器的水一样 那这个水是我看得到 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水 它有可能会蒸发灰发掉 也就是说人有可能会走掉 人死掉以后呢 我们的灵魂 虽然我肉体已经不见了 但是空气里头 有没有水蒸汽的存在 水蒸汽也许我眼睛看不到 不要忘记了 在一定的环境 可能温度各方面的情况下 你还是有可能在阳光下看到 飘在空中的这个水汽 那这个就像我们 可能在适当的时间点 看到所谓的灵界的好朋友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 它有可能在脱离这个 到天上变成我们看得到云 就是我们民间说法里头 到了另一个世界去 再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又降落变成我们看得到的雨 水 又变成我们投胎 所谓的肉体 所以呢 眼睛虽然这个不一定看到 但是它不一定不存在 而且第二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轮回的过程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碰到一些 你想要知道的一个部分 欢迎您在我们的下方留言 并且欢迎您这个所谓的 关注 点阅 打开我们的这个小铃铛 然后呢 可以把你的意见 留在我们的下方 我们下一次呢 会为您分享 更多更多不可思议的灵界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